苦战240分钟,克罗地亚已不堪重负,法媒报仅19人参加球队和练,对于克罗地亚来说,他们距离踏上世界非半决赛的赛场还剩一天时间,实际上现在的每分每秒,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珍贵,他们需要尽快的恢复状态与体能,尽量在与英格兰的一战中拿出最好的状态。 实际上,他们给了外界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,在周一的训练中,仅有19人参与了球队的合练,球队的疲劳是显而易见的。 根据对报的报道,在四分之一决赛疑似受伤的苏巴西奇、玉洛夫伦,在周一都没参与到球队的合练,仅仅在隔壁进行简单的单独训练,而膝盖受伤的菩萨里科则仍在恢复期,很有可能赶不上与英格兰的比赛。 而前锋卡利尼奇则由于在小组赛拒绝替补出场,而早已被送回国内,缺少的这四人都是球队的重要球员。 除了这四人,雷比奇虽然参与到了合练当中,但他隔壁全城都有一名体能教练陪同以便观察他的体能状况。 一天后的半决赛,克罗比亚全队的状态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不得而知,在世界杯刚开始时,克罗比亚的状态无疑是最为出色的。 小组赛三战三胜,第二战更是以3-0的大比分彻底击溃了梅西领先的阿根廷,宣告提前出现,但随后的比赛克罗比亚人却遇到了困难。 虽然他们顺利地杀进了半决赛,但前面梁与丹麦和俄罗斯的两战都是战制点球大战才射险过关。 一、二十分钟的苦战,不仅对球员的体能,是一个巨大的考验,甚至对他们的精神,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。 实际上,克罗比亚现在的困境与教练组的安排,也有一定的关系。 在宣告提前出现的情况下,他们与冰岛的第三场小组赛,并没有派出全部替补。 佩里希奇、莫德里奇、科瓦西奇、克拉玛里奇四名重要球员都有出场,而拉基地奇、雷比奇与洛夫伦也在随后替补上阵。 双方也是苦战至九十分钟才由佩里希奇竟射破门分出胜负,与日本、英格兰等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大轮换,并在八强战中发挥出了最强状态不同。 克罗比亚与丹麦一战在上半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,下半场就选择宁金收兵,最终通过点球才拿下比赛,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的体能是否出了问题。 而上一场加实赛阶段,格子军团多名球员也出现了快要抽筋,以及弯腰大喘气的体能透支迹象,半决赛面对二比零轻取瑞典获得足够休息时间,以及是本界世界杯第二年轻的英格兰队,克罗比亚中将的体能,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。 感谢观看